孤二战争两周年前夕 乌克兰丢掉了通往厄控盾内刺客室的战略要地阿夫迪夫卡 乌军坚守在这里一年半 去年10月开始双方爆发激战 2月17号新任乌军总司令宣布撤军 以免损失更多的士兵 这是俄军继去年5月拿下了巴赫姆特之后最大的军事进展 撤出阿夫迪夫卡的乌军说 沿路都是乌军士兵的遗体 而且有很多的伤兵都没有撤离 这对乌军士气来说可以说是一大重挫 2月17号 俄国国防部宣布完全掌握了阿夫迪夫卡市 部长邵伊古告诉普提 俄军正在扫荡乌军的最后据点 苏联时期新建的焦炭化学工厂里 还在抵抗的几个零星区域 同一天 乌军总司令说 乌军正从阿夫迪夫卡撤出 乌军已经在这里苦守了四个多月 但俄军人数比乌军多得多 而且伤亡同样惨重 从亚素营转型的乌军第三独立突击旅官兵 集中在焦炭工厂的地下室 靠着火堆取暖 女兵跟摄影记者交谈时 外面炮弹爆炸 使瓦力从头顶落下 女兵来不及盖住杯子 第三独立突击旅正在等待装甲运兵车 准备从焦炭厂撤退 士兵进了装甲运兵车 有爆裂物在车里爆炸 车里满是浓烟 运兵车停下来 士兵又朝外面射击 俄国国音电视播出18号 俄军战车穿越残破市区的画面 19号则播出俄军用侦测器扫雷的画面 雷达监测还显示 有乌克兰的无人机出现在附近的空域 如果不是路牌标识上写着 很多人都已经认不出来 这是阿夫迪弗卡的街道 吴军第三独立 突击里撤出阿夫迪卡之后 在城市的东边 修竹哈河合 建立新的防线 主持俄军继续推进 乌军撤退前12天,第三独立突击旅才前往支援 副指挥官说,他们从阿富迪福卡撤退 并不代表乌克兰已经输掉战争 但是乌军确实离盾内瓷克市更远了 俄军要拿下这个盾内瓷克市的门户 就是为了完整控制盾内瓷克跟卢干斯克这两个州 而且这是去年5月,俄军拿下乌东巴赫姆特后 对乌作战最大的进展,也为普廷三月的连任大大造势 乌克兰被迫放弃阿富迪福卡 主要因为美国的军援卡在国会好几个月 使得乌军弹药严重短缺 如果不撤军,乌军就会完全受到恶军包围 过去几个月,乌克兰盛传泽伦斯基要换掉 跟他观点不同的乌军总司令扎鲁兹尼 2月初,乌东前线的守军还起起以为不可 2月8号,泽伦斯基果然开除了扎鲁兹尼 换上基辅保卫战司令 也是巴赫姆特防卫司令 斯尔斯基出任乌军总司令 不到10天,乌军就丢掉了阿富迪福卡 2014年,俄罗斯命吞克里米亚后 阿富迪福卡一度落入清俄分离分子手里 之后乌军在当地建立了坚强的攻势 去年10月,俄军又开始猛攻时 乌克兰军方跟西方专家都认为 乌军可以守住阿富迪福卡 但是去年夏天,乌克兰反攻失利 军方管理不善又贪腐 加上西方军援无以为继 导致了阿富迪福卡陷落 但是拜登没有把握 美国国会能在乌克兰失去更多土地之前 通过后续的队伍军援 拜登期待美国众议院月底休假结束 重新开议 审议参议院13号通过的 原乌以台950亿美元军援法案 让乌克兰能继续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16号,泽伦斯基到德国 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时 跟德法两国签署了安全协定 欧洲的北约盟国也呼吁美国国会 尽快通过原乌法案 泽伦斯基想诉诸美国民意 让军援法案中的600亿美元 尽快补充乌军急缺的武器弹药 不还是军援法案